跟大学的传播系老师管中响 今天很开心来这里跟大家做一些 有关于媒体试读 或者是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些分享 那媒体试读或者媒体素养教育的这个范围 他要讨论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 在有些大学他们可能曾经是一学年 有些大学是一学期 但是在高中的公民社会 其实他大概只有一两堂课的时间 那也因此能够讨论的范围 比较集中在这个有关公共意见的 这个形成的或者是影响的这个地方 好那因为他的范围很广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讨论 会是在于媒体所有权的这个部分 就是媒体所有权对于媒体内容的影响 那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即使是谈媒体所有权 对媒体内容的影响 它还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很大的范畴 那例如说媒体内部跟媒体外部 我简单的区分这两大块 可是媒体外部呢 其实就包括像政府政党消息来源 收视率广告市场竞争 观众的品位喜好等等 都会影响到媒体的内容的生产跟制作 而媒体内部呢 包括记者个人 或者是公司的所有权 媒体的主管 还有包括这个制作单位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他们的劳动条件 工作条件等等都是影响到范围 那当然就像我刚跟大家谈到的 我们今天主要的范畴 主要的讨论是在于媒体所有权 那媒体所有权 简单来讲就是谁拥有这个媒体的权利 这个权利就包括他的经营权 他的资金 他的这个营运的方向等等的面向 那怎么来去看他的所有权呢 最简单来看就是谁出钱 到底这个媒体的钱是谁出的 因为经营媒体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那谁出钱就有可能影响到他 那出钱的人或是出钱的单位 或是出钱的团体他都会有他自己经营的目的 那这个经营的目的就会影响到说 他到底会制作出什么样的内容来达到他的目的 好那媒体所有权在一般我们看到 在高中的课程当中比较会谈的是像商业媒体 国营媒体或者是公共媒体 但实际上面媒体所有权的范围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媒体所有权的类型也很多 除了我们常常谈到的政府媒体 商业媒体跟公共媒体之外 简单来讲还有包括像社区媒体 族群媒体或者是宗教媒体 或者是以社会运动弱势发生为主的 这个另类媒体 好那我们就由所有权 就是谁出钱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一个媒体所有权对内容的影响 那政府媒体当然就会出钱的人 当然很清楚就是来自于政府 政府他会直接的从他的预算 甚至他其实就是变成他的经营者 所以政府就会控制了媒体的所有权之外 也会控制他的董事会 他的这个经理人选的这个安排 那这个政府媒体呢 他当然就是为了要去推广政府的政策 或是他的政令甚至在某种对人民的控制 政府媒体在过去像台湾的这个台市跟华市 他都是以政府出资为主 所以他就会被人称之为叫做政府媒体 那现在当然因为党政军退出媒体 所以政府比较不会直接的去控制这个无线电视 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教育电台 或者是警广他都算是政府媒体 那商业媒体当然就是由私人 就是一般人他来出钱经营 可是这个一般人可是不是太一般 因为这个能够经营媒体的大部分都是有钱人 所以在台湾很多时候大概都会是以财团来经营 那这个除了这个财团经营来之外呢 因为他的经营的目的可能是要获取利益嘛 那这个利益当然最主要的利益来源就是广告 所以广告组跟广告商也会是影响到媒体的内容的很重要的角色 那除了这个商人跟广告组广告商之外 一般的观众也可能会透过这个订费的方式 订阅的方式或者是买报纸的方式等等 来去成为他的资金的支持者 但是当然这个媒体所有权从商业媒体来看 他不会是属于广告组跟观众而是一般的私人 但是呢如果更广义来看 就是广告组跟这个观众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媒体的内容 那例如说什么是商业媒体 我想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多 TVBS、三立、民事、苹果日报这些都算是商业媒体 那除了这个商业媒体之外 当然就是公共媒体 公共媒体的经费来源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执照费像英国的BBC 或者是日本的NHK 就是跟人民收取 你可能买电视啊 或者是你可能每一年都要缴一定的费用 给政府哦 那这个清费呢 最主要是专款专用 他就用到这个公共电视 公共媒体的使用上面 那大部分的国家都会用这种方法去进行 那少部分的国家像 台湾的公共电视的经费 就是政府捐赠 那捐赠并不是说 哎我就是 呃捐赠的意思很简单 是我今天捐钱给你 捐钱给你你要怎么用 它是不可以概率你的 所以政府捐赠了这个媒体呢 他的预算上面 呃虽然编列的 但是在台湾的公共电视法都会是固定的预算要来编列 所以台湾公共电视政府直接捐赠的预算呢 其实大概只有9亿或者是其他的各式各样政府捐赠的方式或是委托的方式加起来 大概只有20几亿跟很多国家比起来 我们公共电视的经费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啊 那再来就是社区媒体 有社区媒体主要是由地方的人士或是地方的组织来经营 然后当然他也有一部分会是一种地方商家或是地方的广告啊 那例如说呃在美容有 今日美容或者是月光山 在台中的东视有三层周刊 或者是在苗栗有一个杂志叫做愿里仙海风 他在苗栗的愿里 他们都算是主啊 这个社区的媒体 那还有包括族群媒体 族群媒体呃会有两种不同的经费的状态 一种可能是政府编列预算来去支持或是捐赠 另外一种是一般族群的这个人士来经营哦 那呃像族群媒体像原住民族电视台 或者是像台湾的客家电视台 他就是由政府来直接的这个捐赠 或者是预算编列来经营的这个媒体哦 那当然是以族群服务为主 而在国外有些这个族群 他们的人口数比较大 所以他们能够有经费的状况也会比较多 所以呢像这个美国会有很多的族群频道 都是由这个呃特定的族群 例如说可能是像黑人来出资 那当然他的出资的目的既然是私人经营 除了去推广一些族群文化 制作跟族群有关的目的之外 因为他的人口多 他的市场也比较大 所以他也会是一种商业经营的方式 那再来是宗教媒体 当然就是宗教组织为主嘛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像 慈祭大爱电视台 或者是像基督教支持的好消息频道 或者是佳音广播电台 他们都是比较属于宗教媒体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另类媒体 另类媒体其实是比较特别的 他们并不是这种主流的经营的方式 另类媒体的主要的出资者 大概就是一般的公众 一般的捐款的方式 当然也有一些是属于比较有钱的 这个有志之士呢 他们可能出了钱比较多来经营 但是这种另类媒体的规模 通常不会太大 所以他大部分也都不会是财团 去投入在这个另类媒体的经营上面 好 那这个是跟大家谈的是媒体所有权 那当然媒体所有权刚刚谈到 他就会到影响到媒体的 这个经营的目的跟内容嘛 所以刚谈到政府媒体前是从政府出 所以他当然是要去政令宣导 例如说在过去的广电法里面就有规定 这个无线电视呢 是要去宣导政令产阳国策 所以这是他很清楚他的经营的目的 所以政府媒体通常都会是一个被称之为叫做 政府的传声筒 那这类型的媒体当然在民主国家 这个或者是极权国家都有 可是极权国家的政府媒体的比例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再来商业媒体很清楚的就是获利赚钱为主 所以媒体的老板就会影响到他的内容 也有可能是广告主 广告商也会影响到商业的内容 所以他所做出来的节目获利的目的之下 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利 所以他会做的是比较强调收视率有关的节目 那当然商业媒体在台湾看起来都会觉得好像都会是以获利为主 其实商业媒体也不是只有这样子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把商业媒体当作只是获利的话 那就是太窄化对商业媒体的认识 那很多的商业媒体他其实还是以监督政府为目的为职制 所以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有些商业媒体 他对政府的监督也是不遗余力 或者在国外比较有名的像纽约时报 他也被认为是这个监督政府或者是提供非常高品质的这个商业媒体 那有时候商业媒体也会因为他是私人经营 所以他也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的立场 这个人立场可能包括像他的个人的政治立场 或者是他个人的商业利益 所以商业媒体也是很有政治立场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像这个一直被在台湾被拿来举出例子 像这个旺中或者是像民事三立 他们其实也会是获利 但是他其实也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政治立场 那公共媒体其实会有不同的这种经营的目的 那例如说他可能是在补充商业电视商业媒体的不足 所以你会看到公共媒体他做的很多的节目都是相对之下 是比较服务小众或者是比较服务弱势 那公共媒体也会用来做政府监督的这个角色 那当然公共媒体也会希望来促成公共讨论 而公共媒体促成公共讨论的方向 通常就不会在台湾的商业媒体是以蓝绿比较对立的方式来进行讨论 他会比较从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这个族群 不同的这种少数人关心的议题 但是他跟公共有关的这种题目了来开始进行讨论 那当然有些国家的公共媒体他的经费比较多 他会整体的引领的媒体产业的发展 所以像这个韩国的公共电视 你可能很久很久以前有看过一些节目 包括像大厂经等等 他们其实就是韩国的公共电视做的 那社区媒体当然是以报道地方事务为主 它也会成为一个地方的论坛 然后目的也有包括地方的议事 社区议事的凝聚 那族群媒体大概会有两种不同的功能 一种功能是在传承文化 所以这个族群媒体大部分都会是在于教育的目的就会比较多 或者是这个在文化的发扬的目的会比较多 因为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少数的族群 其实他们受到比较强大的这个主流文化的影响 所以像原住民族或者是像客家族群 他们的文化都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包括台语的文化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传承文化一直是族群媒体很重要的目的 但是族群媒体如果只有在传承自己的文化 以教育为主的话 其实其他的族群可能就比较不会想要看 这个族群媒体所谈到的内容 所以一个更有资源的族群媒体 他应该还要去促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 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 那宗教媒体当然很清楚的是在宣扬教育 宣传他自己的教育为主 那例内媒体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做社会的改革 那希望能够社会可以越来越进步 所以他的监督政府的力道 或者是监督权势的力道 或者是为弱势发生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呢 相对之下就会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跟刚刚大家谈到的这个媒体所有权 在影响的是谁出钱 他会造成的影响 那当然就呈现的是包括他的内容跟目的 也会有一些差别 好 那如果我们从媒体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台湾媒体的现象 我觉得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是市场小媒体多 什么叫市场小媒体多呢 就是台湾的市场其实不大 只有2300万人口 可是我们的媒体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媒体非常多是台湾的媒体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媒体多 如果我们市场大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可是媒体多也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把它称之为不换寡而换不均 简单来讲什么叫不换寡而换不均 就是商业媒体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呢非一例媒体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所以因为商业媒体非常的多 所以它的市场竞争就会很激烈 在台湾登记有案的电视台大概就有300多家 那这300多家呢 其实你把它平均除下来 一个电视台的收视率超过0.5 超过1其实就已经算是不错的 那特别让超过1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市场小媒体多 所以它的竞争很激烈 但是一般来讲竞争激烈可能就是说 我来做更好的节目 但是因为我们的成本资源相对之下比较少的 所以呢我们的商业媒体也都比较 比较少看到它花大的成本去做节目 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方法都是以降低成本来获利 所以你就会看到台湾的商业媒体 这种打屁聊天的节目很多 他就摆了一张椅子桌子 然后几个人开始在那里聊天 那你就会看到 这个就做出一个节目出来了 或者是说 在台湾的商业媒体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像重播的内容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好 这是台湾商业媒体会看到的一些状况 一些的问题 那或者是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商业媒体 他就会去降低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条件 也就是我们的媒体工作者的薪资 他通常都不会太高 那怎么去改变这个现象 怎么去改变这个问题 那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 我们要去创造一种 叫做多元结构的媒体环境 什么叫多元结构的媒体环境 这个就是在NCC或者是在政府政策上面 我们就应该要让台湾可以出现刚刚谈到的各式各样的媒体 而且他在比例上面相对之下 应该也应该是一种相当的情况 好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谈到台湾商业媒体 或是台湾媒体的所有权结构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经营 我们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 要来跟大家因为学科中心希望我能够出一些题目来让大家一起的讨论 所以呢 我想我就列了这两个题目 那大家可以同学们有空的话 或是老师们也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去做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请大家分别就上述的刚刚各类的媒体 例如说商业媒体 另类媒体 或者是像公共媒体 另外任何一家媒体为例 来观察它的所有权跟内容的关系 就是我刚刚讲说不同的媒体会生产出不同的内容 它有不同的目的 那这个现象是不是存在 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的 那第二个呢 是以我们最近一直在 大家非常焦虑担心的 这个新冠疫情 武汉肺炎为例 那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就是上头的这些媒体 他们在报导这个议题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同 例如说商业电视跟公共电视 他们在报导这个议题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族群媒体在报导这个议题 有没有他们比较特别关注的地方 专门在为弱势发生的另类媒体 小众媒体在报导这些议题上面 有没有他们所关注的一些面向 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讲次当中 跟大家做的一些讨论 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讨论呢 可以给大家在对媒体所有权跟内容影响上面 有一些比较多一点点的认识 那这个讲次我们就先到这边 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讨论 下一个不一样的内容 好拜拜